向合资格的市民 是分期派发合共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虽然金额是较去年派发的一万元 现金是信息 但是电子消费券是可以确保 所发放的资金是流入本地的市场 除了可以提振经济 刺激本地的消费外 同时也都可以减轻市民生活的开支 是一个一石二路的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